总是问说你心里最佩服的一个人 让我说一下原因吧 我选刘宇 我就从晋营到结束的那一天 我从来没有看过刘宇的素颜 我就在离岛那一天的早上 我去厕所洗脸 才看到她的素颜 心呆了没有变化 刘宇是个追求完美的 所以我在为我们一个警示 比如说7点的通告 她会6点就起来 然后她不希望就是她出事的时候 不懂了 就是她希望大家知道 对最好的一面 她要提前一个小举 她要自律 对对对 很厉害 另外一个就是 总决赛刘宇对我说的那一句话 对我来讲我觉得挺感动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 有个人会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说那一句话 对我的汉话 吴海 你想做我一辈子的朋友吗 一辈子不要 刘宇 一辈子的朋友 好 快点 一辈子的朋友 我肯定是 有这些人的朋友 对我来说的 是不是 对我来说的